雖然你剛才說不要找戰犯 可是現在黨內好像馬毛口指向了新北市黨投友 副貴旗委員還發了一篇文說要告別男子女 可能要回來一點麻糊 那後市長就在那邊洗版了 黃氏秋還批評說他其實強消息 是不是有認同這樣 我再一次的強調 我作為當地席 我顧最大的責任 我必須承擔 我們現在趕快把戰友都找回來 不要 然後戰犯 因為今天的結果算是 這次算是一個失敗 那應對接下來中共的選舉 還有2022的地方選舉 會不會挑戰一些策略 包括像是體育幹部會提造出什麼 好謝謝 其實對我來講 除了跟大家表示誠摯的歉意以外 那從我就任到現在兩個多月 每一天都不是罷免 就是公投就是選舉 那真正我們要面對的挑戰 是2022的大選 這才是真正我們黨最關鍵的意義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在各地公投的過程當中 大概也都可以感受到我們各地 對於明年大選大家的共同的一些想法 共同也都有一些討論 我們很快的在公投之後 在中二補選之後 我們就會展開全面的布局 那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我們確保 明年2022年 南軍國民黨能夠在整個地方大選當中 獲得民眾最大的支持